中共给士兵配备自毁和遥控灭口装置 并称如果士兵不重伤 但又不想被俘虏 可以自行启动自毁装置 也可以由指挥官遥控启动 引发外界动机 在即将举行的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的竞选决赛中 将有8000多名志愿者担任共和党的投票观察员 共和党人希望实现该州历史上的最大最积极的投票安全 以及选举完整性运作 近日西藏军区研发了一款所谓的新型单兵数字化作战系统 据悉该系统中设有一个自毁的装置 并称如果士兵身负重伤 但又不想被俘虏 可以自行启动自毁装置 也可以由指挥官遥控启动 引发了外界的震惊 有网友惊呼 这不就是人肉炸弹吗? 什么组织能把人变成机器 而且是炮灰机器?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根据观察者网12月27日报道 近日西藏军区为士兵装备了一款 新型单兵数字化作战系统 范围包括特种部队、普通班组步兵、炮兵、陆航、装甲兵等 据称这套所谓的单兵数字化作战系统 是在头盔上设置了一个卫星天线 并配属一个单筒夜视多功能目镜 手臂上还有一个竖控终端 户具方面更是功能多样化 除了提供防弹保护外 还包括导航仪等设备 但是其中令人更为关注震惊的是 这套系统设有自毁装置 报道称 如果士兵身负重伤 但又不想被俘虏 可以启动自毁装置 这样做既能维护军人的尊严 也可使敌方无法获得该套系统的任何信息 此外若指挥官在屏幕上发现士兵与其他部队拉远了距离 但又无法联络到该名落单的士兵 那么指挥官也会远程遥控启动自毁装置 并且所有的单兵信息全在指挥官的屏幕上 报道还指出该系统还能够一键引导炮击 如果敌军捡获 自毁装置就会爆炸 对此网友怒斥 这也太狠了 远离部队有指挥官引爆 这是典型的为以后作战搞的控制技术 怕士兵逃跑 装死 叛变 总之 不肯做炮灰的士兵都得死 此外 报道还宣称 按照军队现有的装备发展方向 很可能会首先动用特种部队渗透到敌军的后方 寻找敌军的高价值目标 然后呼唤炮兵群发起集席 对此网友表示 这下中共把朝鲜战争的向我开炮用高科技实现了 至于渗透到敌军后方的炮灰的死活 根本就不在中共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于中共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 有网友在网络发出了美国军人的投降书来做比较 表示美国大兵在出发前 美国政府给每一个美国军人准备了一个用十几种文字印制的投降书 背在身上 战场上一旦寡不敌众 为了保护军人的生命 军人可以举起出示这份投降书 请求按照国际惯例给予生命保护 网友表示 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 珍惜生命 以人为本 尊重生命 本月5日即将举行的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的竞选决赛中 将有8000多名志愿者担任共和党的投票观察员 这比负责监督该州早期投票程序的4000多名监票员大约翻了一倍还多 由此共和党人希望实现该州历史上的最大最积极的投票安全 以及选举完整性运作 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凯利·洛夫勒和戴维·杜博将在即将到来的两场竞选中捍卫自己的席位 而那将决定哪一方控制国会上议院 他们称赞增加监票员这一发展是选举完整性的一个胜利 这两位参议员在联合声明中说 乔治亚人有权拥有对我们州选举公平和准确性的完全信任 我们很感谢成千上万的志愿者 他们将会确保这些决选是安全的 每张合法的投票都要被计数 乔治亚共和党人已经动员了本周历史上最大的地面行动和投票站监察行动 并充分准备确保下周选举的完整性 不会在怀疑的阴影下投票 川普总统一直在不断呼吁美国民众 媒体 司法系统等等 注意普遍存在的大规模的选举诚信问题 特别是在乔治亚州 该州几十年来首次将其选举人票投给了民主党竞争者 亚特兰大听证会披露 乔治亚州州长坎普 不当处理川普总统法律团队要求重新计票的努力 之后 川普在本周三的一条推文中要求坎普辞职 而人们对乔治亚州的选举完整性充满疑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该州主管 选举工作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 在两次重新计算总统选票时均拒绝进行选票签名验证 而该程序是筛选非法选票的关键 然而在乔治亚州认证了选举人票给拜登以后 拉芬斯伯格却宣布进行签名审核并增加对选举完整性的信心 并表示即时审核 选票结果也会一样 在本周早些时候 拉芬斯伯格宣布 科布县的签名审核发现没有欺诈性的缺席选票 并说该县执行正确的签名验证程序的准确率达到了99.99% 尽管对乔治亚州的一些民选官员感到愤怒 但川普总统对两位现任参议员表示坚定的支持 他宣布 他将在本月4日前往该州举行集会 以支持两位共和党人 而第二天 选民将前往投票站选举联邦议员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